當時有提到高端的東西,日本現在不承認高端疫苗,陳時東就說公共政策決定是學理而定,你要用決果論去檢討是有問題的,而且他說各國都在檢討標準,會不會覺得說他的意思是大家不可以檢討它,是別的國標準? 這其實違背了責任政治的基本原則,也就是我們對公共政策的事前大家可以來討論溝通,形成共識來做決定,事後大家來檢討修正,我想這也是民主政治裡面非常基本原則,也就是制衡監督,所以我想陳時東他當時做的決定造成現在這樣的後果讓全民承擔,當然他必須要負起相當的責任 市長,高端疫苗3月就有跟日本在那邊討論說,承認的時間不停,但為什麼半年之後還沒有承認,這其實是大數的疑問嗎? 我們只是就那時候的一個事實情況,那相關的外管報回來可能的一個相關的進度跟人民做報告,那整體在疫苗各方面承認不承認各方面各國有各國的一個考慮,我們也不好強迫人家,但是我相信外交單位跟外管都持續在努力 部長講話說你堅持買高端,但事實證盈雄憲,他說日本有三頁防疫的政府沒有太多政治考量,還要你跟日本接受,說他們的官員比你三頁太多,他們跟他講什麼? 對,那先問問他對於兩年前需要加強獎勵這個說法,他的解釋是什麼? 部長想問一下,因為他們就會質疑說為什麼法制組營運中後,然後研議到最後都沒有下門? 研議什麼? 就是他可能先報了那個確診數字啊,還有公布那一件毒,現在還有特權採檢,這個部分法制組演藝館好像都沒有接受 他就沒有到這個要需要處理的一個情況嘛 現在邊境要解封了,陳時中在今年三月的時候說這個日本認可高端不遠了,結果現在國人去日本還要多花三千多塊來做PCR,你會覺得這個他好像是跳跳舞嗎? 當年國民是因為相信了我們的中央政府,所以選擇了高端,這個我們支持國產的疫苗,但是中央的政府能不能夠讓國產的疫苗得到世界的認證? 這是中央政府的責任,也就是說如果他答應的事情他沒有做到,那至少要先向這些打高端疫苗的市民朋友們或者是我們的國人道個歉吧 或者你做不到,為什麼做不到?我們還是希望國產疫苗能夠,能夠未來還是我們重要的產業之一 但是對於這次的疫苗的問題,從以前從這兩年我覺得陳部長都沒有說清楚過 希望他能說清楚,至少出來跟人家說個sorry吧 市長,請問一下,這個到日本打高端的民眾可能還要再付費三千五到四千五左右來做PCR 那長官就認為說這部分您要付最大的責任 那另外怎麼看說黃先生今天長官也認為說你這兩年來都沒有說清楚,至少要出來道歉 兩個事情,一個是公共政策的一個決定,是根據學理上面的需要去訂定相關的政策 那如果要用結果論,那其實政策用事後來檢討,那都是會有問題的 你要看那時候的決定,學理上是否相合,法理上是否相容 就用這樣的方式來看,然後第二個,日本對於疫苗的承認的一項都是六項 從以前到現在都這樣子,也沒有包含了俄國的或中共的 這兩邊都一樣都沒有包含在裡面,他只有承認的是六項 然後這一次大家都在開放中,我相信各國現在大家都持續在檢討 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標準,那我想外交部也會極力的爭取 但是打高端出去還要再花三千五,會不會覺得他們在花這種冤枉錢 那是一個現在舊的規定,那現在各國都在檢討 新的規定跟方向該要怎麼樣做 會不會對打高端的民眾覺得蠻抱歉 我自己也打了高端,這都是在學理上的一個選擇 大家可以想看看,如果在去年,在嚴重的Delta這類的 有一些人是沒有辦法打MRA疫苗的人 那那些人如果沒有高端可以打,沒有蛋白疫苗可以打 也許就受到我們疫情的一個嚴重的傷害 大家都以為就是每一個人的身體都可以承受每一種藥物 也有人是沒有辦法的,也有人只能選擇蛋白疫苗的 好,謝謝 好,謝謝 我們看說現在打D&T、AD還有莫德納參加民眾去日本 不必在輸出PCR的一個相關證明 但是打高端的民眾就會有這樣的股票 那你怎麼看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日本即將開放自由行 那國人打高端會反而去日本不方便 我想這個部分陳忠要負起相當大的責任 也讓我想到非常感謝慈濟當時願意捐贈500萬劑的疫苗給國人 讓國人能夠施打到疫苗 能夠確保大家的健康 同時也能夠出國 所以這個部分陳忠應該實在要好好的謝謝慈濟 當時能夠真正提供國人真正有用的疫苗 那你怎麼看就是現在就是指揮中心最快在10月13號這個邊境就要開放 那你覺得這個是配合民進黨的選擬策略嗎 那現在也有很多人又說 雖然就是說要開放但是卻沒有配套 那我是這樣啦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我每次講 我每次都跟我們公務員講說 凡事不能寫SOP 不能寫Flow chart 不能寫AIRGREGION 都是屁話 所以這樣啦 我今天就要問說 你在機場發到四支快篩 請問是在哪裡做 做了要跟誰報告 到底那個系統要怎麼做 還有這個入境編制 他說我看就是說要 他是用電話去聯絡 我跟你講如果每天入境六萬人打電話 沒那麼容易 我跟你講你 所以我還是那一句話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邊境開放我們是贊成 但是問題是 要怎麼做還是要講清楚 至少地方政府要配合什麼 就要講清楚 市長先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昨天的一個講法 目前很多的批評 包括像陳忠昨天說你不尊重 珊珊也說比喻不恰當 你昨天有覺得自己是失言需要道歉嗎 這件事情是這樣 台灣社會不可以成為一個不公平的社會 今天要譴責的是 下害者的施暴 怎麼會是受害者的反抗 當安的錄能事件是這樣 他在當時拿博士學位的時候 他也不是什麼政治咖 他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從台灣到美國念書 我相信他辛辛苦苦拿到博士學位 他不要說是珍惜 我看他都因以為傲 然後你看現在用這種抹黑他什麼抄襲 而且太過分了是什麼 那個簡直是動用國家力量在修理他 那個新聞先出來 再來是網路1450 再來是名嘴 然後再循環再擴大 他短短兩天的網路聲量 比陳志忠一個禮拜加起來多 這太過分了 我為什麼用詞這麼強烈 感同聲頌 2018年我選台北市長連任的時候 你們還記不記得那葛特曼事件 我在台大當醫生當30年 我自認為是一個好醫生 結果抹黑我什麼 買賣器官 還用葉克膜活摘器官 其他不講就說 還講葉克膜 這個我就更佛大 所以是這樣 我們這個社會 不可以是只有在批評受害者反抗 其實真正要譴責的是加害者的施暴